将牛肉做成面条 叶大哥的灵感来自 打遍广东无敌手的潮汕牛肉丸 他坚持选择老牛的原因 就是因其肉质纤维粗 容易敲打起胶 我感觉这个大哥是 就这一边敲过的这一面 马上矮下去了 但是我这个砸了好多下 就没啥变化呢 罐下去的时候 这个罐要平行下去 而且要力道够 你看你看它一下凹下去了 还是劲不够大 如果说你那个罐不平 像这样的话 你就这头打到针 就打不到路 所以一定是要平 用力支平上来的话 主要用力还是 手腕上 叶大哥告诉我 锤打牛肉要保持匀速 以每秒三下的速度 锤打两小时 反复锤打 能让牛肉的肌肉蛋白不断延展 从而出僵 产生粘性 这是保证牛肉面弹牙的关键 然而即使经过长时间的重力锤打 牛肉里的血管和筋膜也不会被打碎 因此叶大哥还要边打边挑 而大木锤也变成了细竹签 吃完这种白色的 这就是筋了 对 这就是影响这个牛肉面成型的 影响成型跟口感 我们下期了 无论